近来 美国在不断升级对华贸易摩擦的同时 又在台湾等问题上采取一系列损害中方权益的行为 并且无端指责中国的内外政策 尤其是本月初美国副总统彭斯 更是在演讲中十分罕见的系统性抹黑中国 作为中美关系中最重要 最敏感的核心话题 台湾议题也被彭斯频频提起 他先是指责中方 说服三个拉丁美洲国家与台湾断交 认为这些行动威胁到台湾海峡的稳定 进而批评中国要求美国公司更改台湾地区的描述 言语之间透露出中国打压台湾 美利坚合众国很不高兴地意味 美国这一通牢骚 既无理又可笑 巴拿马 萨尔瓦多 多米尼加等主权国家 根据自己国家和人民的利益做出的正确决定 与支持联合国大会决议的 其他170多个国家站到了一起 这件事而无论从哪个角度讲都在正常不过了 事实上美国差不多在40年前就做了同样的事情 难道只许周光放火不许百姓点灯 一些道理美国其实都清楚 只是喜欢装糊涂 中美1972年实现关系正常化 却直到1979年才建立外交关系 其中关键的阻碍就是台湾问题 中美三个联合公报中都写明 只有一个中国 台湾是中国的一部分 美国历任总统也都不断重申坚持一个中国政策 是想当其他国家也愿意效仿 以世界楷模自居的美国 承认美国承认的 做美国也在做的 而美国自己却为此恼羞成怒 不是很奇怪吗 美国口口声声说 这些行动威胁到台湾海峡的稳定 实际上恰恰是美国在威胁台湾海峡的稳定 美国国内近来先后通过多个涉台法案 为美台关系松绑 同时美国务院批准对台军售 又派遣军舰三个月内两次通过台湾海峡 近日美国海军研究办公室的科研船 甚至停靠高雄 这些行为挑战着中美建交的政治基础 破坏着台湾海峡的和平稳定 台独是台海和平稳定的最大威胁 民进党当局是两岸冲突的制造者 台海和平稳定的破坏者 美国则是影响台湾问题的最大外部因素 美国在台湾问题上采取的一系列错误做法 助长了台独势力的嚣张气焰 军不见彭斯演讲第二天 台湾外事部门就赶忙发声表示感谢 台湾地区领导人蔡英文则在双十讲话中 大谈价值理念相近国家的支持 言谈中充斥着两国论 分裂谬论和针对大陆的对抗思维 岛内的一些台独分子更是毫无尊严的呼喊 抱紧美国大腿就好 当前台海局势复杂严峻 美国难脱干系 一个中国是人心所向 大势所趋 美国应放弃冷战思维与灵和博弈的观念 做真正有益于地区和平稳定的是 2018年以来中国大陆从中央到地方 先后出台多奖汇集台湾同胞的措施 为台湾同胞谋福祉 提供同等待遇 这些都得到台湾同胞的欢迎与拥护 两岸和平发展势不可挡 美国不要在台湾问题上扮演麻烦制造者的角色 另外需要说明的是 台湾是中国领土神圣不可分割的一部分 一个中国原则是国际社会 处理涉台事务的基本遵循 在中国大陆投资经营的外国企业 遵守中国的法律进行诃谬政策 同样无可厚非 今年以来 由于美国政府单方面挑起贸易战 不断推动事态升级 中美关系处于重要关头 希望美国恪守一个中国原则 和中美三个联合公报规定 慎重妥善处理涉台问题 以免损害中美关系和台海和平稳定